外套是穿日鼻谷的手工羊毛大衣90% 她刚刚在那边嚷嚷太热了 真的 嚷嚷太热了 所以如果你是怕冷的女生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 因为这是90%的羊毛 然后这件格纹超美 非常美 灰色底的格纹上面带一些 蓝色的线 然后咖啡色 还有燕麦色的线 然后内里是燕麦色系 它是双面双色羊毛 但不能双面穿 它就是单面格纹穿 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双面的羊毛外套 因为我觉得它在口袋的设计度 它就是需要因应两面可以穿 我就觉得不会那么精致 我自己觉得啦 所以就是我自己蛮喜欢这一款的 最喜欢就是它领子翻起来的时候 就是领子跟袖子 它这边稍微翻起来配色的效果 就是非常漂亮 然后背后转过来 它的腰带有个小设计 对 真的真的太喜欢这个扣子的小设计 那你不喜欢腰带 你也可以把腰带整个拆下来 然后 因为它是用本部做那个 腰带的扣环的关系 所以它也比较不会怕腰带断掉 就是比较粗辱的女生 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它脸的耳朵都是一层的 就是用本部下去做的 整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背后下面下摆有开叉 开叉 但是它现在缝住了 我还没剪开 这边也有一个开叉 对 然后张针的身高是162公分 肩宽40公分 然后穿起来是顺身的 就是它的这边虽然肩线是有点落肩 可是它还是顺肩的感觉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快 因为有的羊毛大衣稍微质料比较挺一点的话 它可能会这样子 你会觉得比较快一点 那因为这一件它是顺身的关系 所以肩宽40公分的身型穿也可以哦 然后因为 Kimi或是小白身型比较窄间的女生 我们上礼拜五直播的时候也都有失欢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个 穿搭那个身型穿搭起来的感觉 卖场我们都有剪影片 超贴心 点进去都可以看 超贴心 然后里面的洋装是自订款的 小孩 啊 快乐没有扣水了 绝美 绝美 排扣散状洋装 绝美 断杆 排扣散状洋装 然后这个张真身上穿的是灰绿色 好好看 这颜色其实实看很好看 真的 所以它是蓝色卖的比较好 但是我个人也 这灰绿色很漂亮 这颜色很漂亮 其实因为我包色 所以我也没办法穿这颜色 OK 就我觉得你喜欢颜色稍微比较对比明显一点 当然就选蓝色 但是因为这个灰绿真的非常有质感 然后很文清 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天哪是一个仙女飞过去的颜色吗 而且整件洋装是有 因为它垂对度不够 所以我觉得它是有重量 其实我老实说 我觉得这一件洋装 从小大S到L号的身型 才会比较好看 如果你是身型比较瘦小 偏瘦 偏 偏 就是比较 偏 胶小啦 我觉得是胶小 如果身高够高是可以的 我觉得如果身高比较胶小 骨感的女生的话 这件洋装可能它就比较撑不起来 因为我觉得它这件洋装是要有点肉 它的收视效果才要看出来 如果你太瘦 穿起来就会真的很瘦 对 就会真的很瘦 就如果你是身型比较瘦的女生 你想要穿这款洋装 那我觉得你上身可能要再加个毛衣 或是针织外套 或是针织背心 再制造一些比例上面的层次感 会比较 会让你身型看起来不要那么单薄 那张真是大M小L号的身型 穿起来收视度 腰是腰 臀是臀 是不是 在侧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小腹的部分它也不会 因为它这边腰带有抓皱的关系 所以你在腰间会有自然的皱褶 所以你不管是小腹的部分 比较担心的地方 你就可以稍微把皱褶的地方 往前抓一点 那它的小腹它就不会 不会让你很 就是 对很害羞让大家看到 然后它的质量 因为脚褶度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它很顺身 嗯 就是 嗯 对 它虽然是那种软部 但是穿起来是有挺度 我觉得是很舒服 而且很收拾的感觉 是很舒服的材质吧 嗯 是很舒服的材质 光滑 光滑 好的 那我们这样子就 下一套 再给大家转一圈好了 转一圈 好的